I like Radio 中国流星网 欢迎各位这次回到佛罗阿德的电影地图 阿德又带来了最近最好看的电影 而且都得奖了 阿德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进入12月了 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看这次金马奖 表现非常杰出的 复都青年 好多人都说看了 而且还有人包场了 对对对 这个电影其实是12月1号就上映 但我们就是觉得好片 还是要推荐给大家 而且它第一周上映 就拿下了全台的票房冠军 就是包括外国片等等的全台票房冠军 不是新片票房冠军而已 对那为什么大家会对这部电影 就深受感动 一方面当然这是一部马来西亚的电影 那很多人觉得那马来西亚的地方 离我们非常的遥远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可是事实上第一当然 它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吴康仁所主演的 那他在这部电影中 就是其实他2022年应该是个劳模吧 劳工凯模 因为他现在台湾拍了模仿犯 然后大家应该也有看到 模仿犯 然后他演一个检察官 然后之后呢 他就飞到马来西亚 然后在拍片前的大概两个月 他都到了马来西亚 然后他就把整个人 现在太阳下晒黑 然后减重 然后学杀鸡等等 然后把自己完全变成一个马来西亚人 然后拍完这部片之后 几个月后他又飞到了香港拍了 但愿人长九月 入围了今年金马奖 非常多项 而且拿到最佳 那个女主角拿到最佳新人奖 然后之后他又回来台湾 接着拍了 大家都看的《有生之年》的电视剧 真的超级忙 对 那这几个剧其实都获得好评 那他投入最多心力的就是复都青年 然后在复都青年里面呢 当然大家也有在金马奖 因为收视率很高嘛 现在可以看到他入围的那个片段 然后其实那个片段只是其中一段 因为他入围之后其实有三场戏 然后他都用他的手语来表现 然后可是三场的戏完全是不同 第一他是非常的冷漠 而且拒绝一切的关怀 然后是非常冷酷的 而且甚至拔掉了自己的助听器 等于是他切断了跟这个世界的联络 对然后第二场戏 就是大家在金马奖看到的那一段 就是他有一个 就是那个大家知道嘛 如果你被那个判刑之后 那个不论是我们台湾 台湾或者是很多国家 包括马来西亚 他都会请一些宗教人士 比如说是神父啊或什么的 然后来跟你宣导之类的 然后希望你最后能够 有一个体悟反省 对对对 然后可教化之类的 然后就是派了一个和尚 来跟他法师 来跟他就是讲一些人生的道理 然后他终于爆发 因为他前面都是属于一个非常内敛 压抑的角色 然后他最后爆发 但是因为他不能说话 所以他都是用他的手语 然后表达出他的愤怒 对命运的不公 然后他的控诉 然后到了最后一场戏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他 好像已经体悟了人生的这一切 然后他进入了一种 佛化而圣光 脸上发着圣光 然后体谅 然后包容 然后来面对他最亲爱的弟弟 的那一幕 又是另外一个境界 我想其实还没有看这部片子的朋友 应该很好奇 他到底是诠释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跟角色 我们大概先把内容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对他就是描述 在马来西亚有两个兄弟 是比较底层的 对对对 那他们都没有身份证 因为马来西亚最多的就是 马来西亚人可以拿到的是 蓝色的身份证 那其他又分成红色 粉色身份证 然后等等很多身份证 然后呢 就标示不同的族群 对但第一 只有拿到蓝色身份证的人 才有公民权 才有劳健保 然后才能够就是在银行存钱 然后其他人都不是这样 然后他们两兄弟因缘际会 有一些原因 遇火灾等等的关系 所以他们没有身份证 然后他们就必须活在 副都这个地方 然后副都也是一个非常讽刺的 副都其实就是在吉隆坡 民事听起来好像好有钱的一个都市 对对对 我们以前也 我以前也去过吉隆坡 可是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 因为他就在吉隆坡那双子星大厦的附近 是吗 但是我也常在哪一带框 对对对 你都不知道有一个降底层的地方吗 嗯 他就在那附近 然后他被那些高楼大厦所围绕 可是他因为他是早期一个发展的地方 他离那个什么 那个就是吉隆坡市中心的东南部 非常的近 然后很多人会去那里买菜 然后以前华人 刚开始也是都是聚集在这个地方 然后之后他们因为华人他们做很辛劳的做 然后存钱 然后他们就搬离了这个地方 然后现在就是变成了一些东南亚的 比如说南亚的一些 孟加拉等等的一些外劳 他们跑来马来西亚打工 然后他们就住在这里 对 然后这个地方就叫副都 可是其实真的非常的讽刺 因为现在都是很多的非法隐民 或者是非法劳工住在这里 然后警察常常来这边抓人 就是抓非法劳工 然后这两个兄弟就躲在 就是生活在这里 然后他们常常都会很害怕 尤其是哥哥 他会很害怕遇到警察 因为让警察发现他没有身份 而且他又是一个聋哑人士 对 然后他带助听信 他可以听到别人跟他讲的话 但是他要回话的时候 他不会讲话 所以他只好用手语 来表达了他想要说的话 但是他非常的内敛而压抑 但是弟弟却每天都在想些有的没的 然后例如诈骗等等的 弟弟想要弄一大笔钱 然后买了假的身份 然后他们兄弟就再也不用活在 那个恐惧当中 对 但你知道挺的走险 总是会出一些问题的 所以这个兄弟就在一次 意外的状况之下 然后他们必须生离死别 然后这是一部 让大家看了这个电影 可能就是会喷泪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当然吴康仁演技 是非常的能够说服人 然后就像我们说的 光是那三场在监狱中的戏 他都完全演的不一样 有不同的层次跟境界 而且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觉得 这个复都青年的事情 好像就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个 那个一个很悲惨的地方的 那些非法劳工 非法移工 没有身份的人 没有身份的马来西亚的 全世界都有这样的地方 对 台湾也有啊 就是他可能不是在副都 但大家记得吗 我记得是政府有公布 我们好像有八万名的外劳 就来台湾工作 然后他们现在都逃逸了 就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也是在恐惧当中 因为他们也很害怕 有一段时间稍微放松 你可以自己来自首 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法令 现在还是这样 对对对 就是现在有八万名的移工 就是下落不明 就是政府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但是他们就在台湾的各个角落 他们可能很辛勤的在工作 然后在存钱 然后希望存够了钱 就可以回到他们的家乡 那是不是也很像 在副都青年里面 吴康仁说他们旁边的很多的 其实不是演员 他们就是真正的移工 他们就是有从巴基斯坦来的 有从印度来的 有从孟加拉来的 然后他们这些人 就是来马来西亚赚钱 所以这个导演本来就是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华人 对对对 所以他深深的了解 都是这个地区 他其实想了很久 终于可以拍到这部片子 原来他已经计划了很多年 听说 那我觉得这个里面 这两个合作的非常有火花 是因为第一个吴康仁 他得到影帝 真的不是这个名副其实 为什么 因为他光是在表情上 而且你看他 两个月内他要减肥 他要瘦多少斤 他要晒黑 然后他要剁鸡 听说好像第一场剁鸡的戏 反正就很投入 大家都觉得他很专业 是不是 其实没有演剁鸡 因为导演可能不敢拍 太血腥了 那他说他一天剁了20只鸡 有一个新闻 对对就是 也不是一天 就是说他后来就决定 我既然是要演在这个市场 菜市场工作 然后是就是也有演说 他是帮鸡饭工作的 那他觉得我应该要去学习 因为我到那里去学习的时候 旁边的人都是真正在工作的人 我可以学他们的神态 我就是要让大家一看到 我第一场戏在那里切鸡肉 不是杀鸡肉 已经杀鸡了没有演 就是演切鸡肉 就要让大家幸福 我就跟他们一样 就是在那里的马来西亚人 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对对对 真的就是在表情上面 还有在手语的灵动方面 真的也都是非常强 我就觉得人家演员 真的不是白当的 说什么演什么像什么 对而且真的是很感人 就是拍片前的一个半月 他其实就到了 那就是早上 因为他本来是白帅帅 因为他演那个模仿犯 那时候检察官就是白帅帅 然后他去那边以后 大家都看着他 你就不是我们这里的人 所以他就是要把自己晒黑变瘦 而且他是白天早上去鸡饭那边 然后杀鸡 学杀鸡 然后下午去学手语 因为他本来在台湾有学手语 结果后来他到马来西亚才发现 马来西亚的手语跟台湾的手语又不一样 对然后他又要重新学 所以他就是真正把自己投入了那个环境 然后让大家幸福 他就像是片中的演员 会哭对不对 会啊会啊 就是会很开 应该说很解放很释放的 就是让你的眼泪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流了出来 但是应该说这部电影还是很温暖的 他让我们看到一对非常相爱的兄弟 他们彼此扶持的故事 还有另外一位就是说 从他们小时候就照顾他们的一位 Money姐是一位第三姓 对然后就是这些 他们都是被社会所忘记的人 所以他们会互相的 好这个真的用力大推 因为今天才12月7号 应该还会再连续上映一段 很长的时间 因为大家都叫好 所以我们来听听温蓝的《同手同脚》 待会儿再继续分享其他的好片 中国流行网起离世界 欢迎再度回到佛罗阿德的电影地图 刚刚给大家介绍了 最近最热门的《富都青年》 有很多的朋友都看完了以后 说非常的感动 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旺卡》 在12月6号 也就是昨天正式上映 对那这部电影呢 就会让大家非常开心的 从头笑到尾 那这部电影呢 是由被大家昵称为 甜茶的提摩西夏乐梅所主演 他是被大家所看好的 就是将来可能可以当 李奥纳多接班人的小帅哥 外号叫甜茶 因为他名字实在太长了 那他这次呢 就是接班强尼代普的 巧克力冒险工厂 有点科幻片的味道 不是巧克力冒险工厂 是一部很有趣的电影 就是在讲说 威尼汪卡 他开了一家巧克力工厂 然后里面有非常多那种 冒险跟有趣的故事 可是那个电影呢 是十几年前的 对巧克力瀑布啊 巧克力瀑布啊 对 我还进去看了 然后还有小矮人 对不对 那他这里呢 就是汪卡就是在演的前传 就是在演 威尼汪卡年轻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 那就是所以当然 找了年轻的演员 来饰演威尼汪卡 然后这部片子 还有非常多的 开心的歌舞 让大家一起唱跳 就是小朋友应该会 非常开心 然后这部电影呢 大部分场景是在 英国的牛津 还有巴斯 这些古典小镇里面拍摄 然后这个地方 当然大家也知道 就是也是热门的景点 巴斯还是世界文化遗产 那牛津更不要说了 如果大家参加旅游团的话 到了那边都会到 牛津剑桥等等的地方 因为他应该也是世界 就是非常历史非常悠久 而且每次评比 他们都是非常棒的 排名在非常前面的 优秀的大学 应该是世界级的 那汪卡这部片子呢 当然也承许 这次还有两个 非常抢眼的配角 一个就是 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他的豆豆先生 豆豆先生是英国人 对 豆豆先生呢 他很久没有演电影了 结果这次我们看到他在里面呢 他演的是 这个城镇里面的主教 那豆豆先生虽然戏份不多 但他每次出场都会让人爆笑 例如说 那个时代可能很多人很穷 然后有一些小乞丐或什么 在门口 在叫门口 跟他要钱或要食物 他就会说 他真的他挤没弄眼都真的好搞笑 对 然后他就说我没有 可是他下一步转过头来 他就偷偷把嘴巴里面塞进一颗巧克力 对 就是让大家觉得非常好笑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休格兰 那大家知道以前他是有名的英伦情人 对 以前那个书店什么 对对对 新娘百分百啊等等的电影 他都是大家觉得就是英国盛世的代表 非常深情款款 但现在呢因为他才 他几岁啊 我觉得他现在也是老先生 对 可是因为他的小孩都最近几年才出生 真的假的 对对对 看起来至少有六十几了吧 对他跟两个女人生了四个孩子吧 所以努力增产 所以他现在是一个老爸爸 就很辛苦 我想他会接演这部Wonka 可能也是 这比较适合他小孩的年龄 然后他们看得很开心 他最近片子其实还蛮多的 因为他在努力赚那一份钱 然后他这次饰演的居然是 就是大家知道巧克力冒险工厂的时候 那个冒险工厂里面没有雇用人类 他们雇用的是一群小矮人 没错 小精灵 对 然后他就是这部前传就在演说 这些这个小矮人是怎么样跟Wonka认识的 那休格兰就是饰演这个小矮人 休格兰饰演小矮人 对他们用特效 把他弄的 然后他说他脸部还贴了非常多的感应器 然后捕捉他的表情 那他就说这个钱真的很难赚 那他这里面饰演的这个欧帕伦普人 还有歌舞秀 而且非常的好笑 他因为Wonka拿走他们岛上的可可豆 然后他是看守的那个人 可是他打瞌睡 所以岛上所有的小矮人都怪他 所以他只好一直跟踪着Wonka 然后希望就是要一直吃Wonka做的巧克力 然后要找到他的可可豆 对要抵押他的可可豆 这样子 那他就一直跟着他 然后当然这片子也很有趣 后来这个小矮人他还救了那个Wonka 是因为他为了要得到巧克力 但是他就拯救了他 所以有非常多逗趣的演出 那这是一部非常适合合家观赏 而且有非常多有趣的魔法跟音乐 对 所以也算是歌舞片 对 因为以前的那个Wonka就是巧克力工厂 对 那个时候其实也是 就是很多特效 然后他们其实有大片的什么巧克力盒 然后他们是摸彩的时候摸到了 是的 可以参观这个工厂 对 那这次主要 全部都是他小时候 对 不是就他年轻时候 Wonka就是 但他很怪 他老头的时候是很怪的 对 可是就是在演年轻的时候 他其实是热情洋溢 他希望能够在 他那个场景就是米兰那个购物广场 我记得 他想要在那边开一家巧克力专门店 他的梦想是这样 然后他就进行他的梦想 但一路上遇到了 当然也是有一些反派 然后或者是小矮人等等的 还有豆豆先生饰演的主教 然后他如何在这些这个势力之下 然后他能够真正的打开 实现他的梦想 开了这个巧克力专卖店 就请大家来看这部电影 不只小朋友 像我这种老朋友都很想看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中后雷星王 起立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 Follow阿德电影地图 刚刚介绍的 富都青年跟旺卡 完全是两个不同类型的片子 那接下来这部小小 也是今年的金马奖 上面的热门片子之一 尤其是小女主角很可爱 阿德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也是明天要上映的 对 这是创纪录的 就是金马奖 有时以来最年轻的影后 他才12岁 而且他演这部电影的时候 其实才11岁 就是林品通 那被李安导演誉为是 还有金马的评审把他 就认为他是个天才演员 所以呢 他居然就是 以12岁的年纪就拿下 而且这是他第二部电影 他第一部电影是美国女孩 而且他家世超级好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就是家庭的栽培 再加上他个人的努力 因为事实上演小小 这部电影 比美国女孩要艰难的很多 那美国女孩 他饰演的是 那个第二个女儿 然后主戏 当然在第一个女儿的身上 可是呢 在小小 他不但独挑大梁 他就是那个小小 而且他要扮演的是 一个过动症的女孩 所以呢 他要就是揣摩 过动症的很多的习惯 例如他们可能喜欢 他们有一些小动作啊 然后他们肢体上啊 譬如说他压力很大的时候 他就歪脖子等等的 然后他都揣摩的 非常的到位 12岁这么能干 那时候才11岁应该说 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大家都还在 那个 看电视 我们11岁的时候 真的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对就是拼命的玩的时候 对对对 那他这部电影呢 其实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 因为事实上呢 不只是在学校或者是怎样 就我们可能小学生 他们觉得他们在学校 有遇到过动症的 或者是妥瑞症的 或者是自闭症的 或者是亚斯伯格症等等的 跟自己不一样的小朋友 那我们要如何跟他相处 如何接纳他 如何包容他 那在成人 其实在社会上 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跟我们 比如说政治立场不一样的人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人 也是有非常多 就算他们并不是所谓的 有的射牛 有的射恐 对对对 或者是就是每个人对 跟自己不一样的人 或跟社会群体 大部分人不一样的人 可能都会采取一种排斥的状况 甚至有的人可能就会去霸凌他们 对 那我觉得所以小小这部电影 我觉得就具有一个意义啦 就像林品彤他得奖的时候 他希望这些被排斥的族群 他们就是要保持善良 就是也保有希望 然后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世界上的人 我们可以对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或者是异类 可以对他们多一些包容 对 所以我觉得小小的电影 他可以有这么深刻的体验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蛮成熟的表现 那整部的片子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这次演他的妈妈竟然是陈奕涵 陈奕涵在我眼里我也觉得都还好小 想当年刚刚我们还在聊说 他那个时候也演了一部手语片 对对对听说 那其实他跟那个影帝吴康仁 是同年龄的 他们今年都满41岁 他看不出来 对对对 他也生了宝宝了嘛 对吧 他小孩子都好像念小学了 他已经有两个小孩了 对所以应该说 他也有了为人母的经验 然后来演这个角色 然后他也以小小的母亲的这个角色 入围了今年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那他这里面 其实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两个啦 就是这母女之间啊 就是相爱相杀 就是小小就是因为有过动症 然后他在学校都被排斥被孤立 然后麻烦女孩 对那他唯一快乐的事情可能就是学校的这个院子里面 就校园里面有一只猫头鹰被关在笼子里 那他每天都会去看他 然后其实他就他好像可能感觉到那个猫头鹰就跟他一样 是孤孤单单的自己一个 然后有时候有些小学生还会去欺凌那个猫头鹰 然后很像跟他的遭遇是一样 然后他跟妈妈的关系非常紧张 因为妈妈一天到晚要他吃过断症的药 然后他不喜欢那些药 然后他也会故意跟妈妈 因为他在里面饰演那种小学生五年级吧 就是大家知道快要青春期了 就是有那种叛逆 然后跟妈妈之间就是常常剑拔怒章 甚至妈妈在车子上就是好好的跟他讲 他也会突然就在妈妈开车子的时候 打开车门 然后站在马路上大吼大叫 那妈妈就要崩溃了 对因为妈妈他其实本来是一个钢琴老师 可是因为生了小小有过动症 所以妈妈也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然后就专心的陪伴他 可是妈妈压力很大 因为妈妈其实也是被孤立的 被所有的家长孤立 在学校不见容 对就小小常在学校闯祸 或者他同学霸凌他 他就反抗 然后他就要去收拾烂盘子 然后妈妈非常孤单 然后爸爸也是 我觉得爸爸可能也是会逃避 有这样的孩子 所以爸爸在欧洲工作 妈妈就像一个类单亲的母亲 然后每天24小时就照顾小小 所以妈妈也平临爆发边缘 没有其实他们常常母女就互呛 对然后这时候呢 他们之间的润滑剂 就是来自香港的双鱼老师 刘俊谦 然后刘俊谦跟陈奕涵这个妈妈 小小的妈妈 居然发生了不伦之恋 那老师跟妈妈 跟学生家长 对对对 因为妈妈的压力也很大 于是妈妈就跟这个善良 对小小很好的老师 然后彼此之间产生了不伦之恋 但这一切后来都被小小发泄了 然后他们之间就会展开了一种 很恐怖的三角袭体 其实这个感觉上还蛮错综复杂的 但是你刚刚其实在这个开始 介绍这部片子的时候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你讲说这部片子 有一种哭不出来的悲哀 当然这个应该是说 因为小小的过动症 是一种持续的状态 而且现在也有很多的小朋友 可能是因为食物 现在的环境 然后什么这些 就是塑胶的加热品 可能就各种东西 造成现在好多孩子 有这些的问题 对对对 然后也许也有 其他孩子也有四臂症 对对对对对对 那些都不是吃藥就會好了 他只是能夠讓他的緩解 或者是稍微控制他的那個暴躁 或者是怎樣 然後這部電影 很多都是在台北市 還有一場的露營戲 然後是在桃園的復興鄉 山區的露營區拍攝的 看起來不錯 對 居然是由老師帶領 這對母女去露營 請問那個失職的爸爸人在哪裡 在歐洲啊 不回來啊 沒有啊 就應該說有很多的父親 當他們生下了孩子 他們應該擔負的責任 對對對 他們就丟給母親 然後不願面對 甚至當然有的 他就會採取離婚的狀態 因為他認為說 一定不是我有問題 我的精子沒問題 我是要找別的女人 生別的健康的孩子 證明不是我的問題 對 所以其實這部電影 就是我覺得是描述了很多 媽媽辛苦的心境 而且有的媽媽 就算她生下的不是特殊兒 事實上她在照顧家裡 或者是工作 然後小孩 兩頭燒 對 也是非常的辛苦的 好 這部片子也推薦一下 因為聽說這個各方面的演技 還有整個的故事 張力都還不錯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I like radio 中國流星王 起立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 今天最好聽的弗洛阿德的電影地圖 講了三部片子以後 有兩部比較壓抑 接下來最後這一部 說要給大家一點不同的歡樂 這部片子是 泰國片 叫做初戀你我他 聽起來就很甜蜜 初戀很開心 然後這部電影是12月29號 就是今年的最後一週 壓軸上映 那為什麼推薦給大家這部電影呢 其實就是初戀走是很美好的 而且這個電影是由兩個泰國導演一起指導 然後他們叫威婉 然後一個叫 兩個都叫婉威 一個叫威婉 一個叫婉威 原來他們兩個是雙胞胎 對 導演他們兩個人天生 雙掛 對 他們天生出生的時候 他們就是有一個跟他們一起出生的兄弟姐妹 所以他們從小都是就是有人陪 不像有些人 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是單胞胎 對 他們是雙胞胎 他們從在娘胎裡面就在一起了 那導演他們很喜歡台灣的一些電影 比如說那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那種 校園青春愛情片 所以當他們自己指導的時候 他們也想要寫一個這樣子的校園愛情故事 泰國的青春少年 對 但他們想到因為他們的生活經驗 他們兩個從小一起長大 他們兩個也長得很像 所以他們有很多有趣的經驗 所以他們就決定這個角色要設定也是一對雙胞胎 那他們認識了一個男生 所以就一個男生叫馬克 所以對他們的那種兩個人 本來非常緊密的姐妹感情 就會因為這個男生而產生了一些波動 然後他又把背景設在1999年 1999年大家知道嗎 那時候電視上一天到晚就在談論 到了2000年的時候電腦會秀斗 電腦會秀斗 有遷徙重危機 然後飛機會墜落 然後亂七八糟 怎樣的電腦全部都不行 那個時候我還出國來了 然後他就想說 哎呀不小心掉了就掉了 對對對 然後反正所有要用到電腦的東西 都可能會出事 於是呢 這又加深了這一對雙胞胎姐妹的危機感 不過電影的一開始是蠻好笑的 就是他們住在曼谷 他們本來住在曼谷 那他們就是兩個人很聰明 因為他們兩個的差別 只是其中另外一個人臉上有一顆痣 那很仔細看 對 其他他們都一樣 所以呢他們就會跑去那種吃到飽餐廳有沒有 輪著吃 一個人先進去 然後另外一個躲在廁所 然後他就叫很多東西吃 然後人家就覺得奇怪 你年紀小小才國中 國高中你吃得下那麼多嗎 怎麼那麼能吃 對 結果接下來他就跑到廁所 然後換另外一個出來吃 然後他們的名字一個叫Yu一個叫Me Yu and Me Yu and Me 然後他們兩個人就是感情非常的好 但是他們面臨的危機也是像小小一樣 就父母的感情瀕臨破滅 然後父母常常在吵架 那他們就是會很擔心 難道我們兩個就會被拆散 因為一個要跟著爸爸一個人跟著媽媽 通常是這樣分配的 對對對 所以可是他們兩個不想分開 因為他們從娘胎的時候就在一起的 對 那當然後來媽媽就很生氣 就帶著那個姐妹倆回到娘家 那娘家就是納空拍農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呢就是比較靠近寮國 就是隔著湄公河 他們的對面就是寮國了 那媽媽就帶他們回鄉下 然後他們在鄉下的時候就遇見了 之前在他們學校的另外一個男生叫Mark 對 然後Mark也是父母離婚 所以Mark跟媽媽來到這個鄉下 然後那他那個你知道嗎情鬥初開 那於是呢 兩個都喜歡嗎 對 兩個人都喜歡上他 然後Mark也搞不太清楚 剛開始 誰是誰 對 搞不太清楚 然後因為這樣 所以兩個女孩之間就開始有了戒遞 有了秘密 因為他們以前是沒有秘密的 他們對彼此完全什麼事情都會告訴對方 對 然後就會產生了波蘭 雙胞胎是有感應的 尤其是那個 這叫什麼 什麼異卵 同卵 他們是同卵雙胞胎 對 所以他們就是產生了一些心結 當然我們在這邊也會看到 那個納空拍農那個地方的一些景象 然後那邊還有甚至有那種中文的廟 對 應該會有吧 對 因為那邊可能以前會有住一些華人 華僑 對 那我也是看到他們 還有鎮王廟對不對 對 然後他們在這裡第一次騎摩托車 然後就是馬克教他們 因為在那個鄉下根本就沒有摩托車 你要走到天黑 對 然後馬克就騎摩托車站 對 但他們都沒有戴安全帽 可能那時候泰國沒有規定吧 然後他們還三貼 三個人騎一台摩托車 對 然後當然這部電影就是一部青春的電影 對 然後當然最後的結尾就是1999年的12月31號 那天終於來了 要化年了 對 而且究竟Y2K天使蟲危機 究竟有沒有發生呢 對 這兩個姐妹未來又會怎麼樣呢 把這部電影推薦給大家 好 那今天介紹這部四部片子 都希望大家其實有空的時候 12月還是一個蠻舒服的這個季節 今年也不是特別冷 而且又有聖誕飛為開始了 有機會去看場電影 謝謝阿德 謝謝大家 我們來聽聽五月天的《我又初戀了》 四點收入全主持的沒事來哈拉 See you tomorrow 拜拜